店家门口远警跟机车骑士 拉拉扯扯从车头一路 扯到后车门 男明远警对上一名骑士 却没有太大优势 骑士疯狂挣扎还大好大叫 最终是靠叫支援才将他压制 机车骑士情绪激动 他在台中太平中心路口 停等红灯时 打着左转灯却想往右边骑 想想不对又杀停逗退路 等到左右转灯都亮起 他才打着左转灯往右走 曾经男子在下个路口被警方拦下 但他不愿被开单 试图抢在远警手上的举发单 才会引爆冲突 过程中男子不服机场 并对远警尸体推行 未已规定使用方向灯 又拒减推击 遭警方压制拉扯间 远警跟诚信男子都有擦错伤 被送医治疗 在远远洋三家锦城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